小伙伴们可以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记得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 宇宙中存在着不少的黑洞 我们把一些非常大的黑洞称之为超大质量黑洞 这样的黑洞在银河系中心就有一个 并且还在不断的扩大 那么这个黑洞会不会扩大到有一天可以将银河系吸进去呢 银河系中心这个黑洞虽然在不断的扩大当中 但是它并没有要吸走银河系的迹象 可能目前还是不够大 可是即使它再大 这样的现象发生的几率也是非常非常的小 根据科学家介绍 黑洞虽然是天体但不是个独立的天体 而是星团之间在相互作用相互消耗的情况下形成的特殊天体 其自身高质量高引力高辐射 然而这些黑洞正在慢慢的壮大 但是在壮大的同时呢 它会与周围的星系产生四余度回旋的力度迁移 形成双向引力流互相吸收对方的一些边缘化的宇宙成员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 这样的双向引力会使黑洞与星系之间产生一种斥力 维持着星体结构与黑洞之间的平衡 这就好比地球和太阳一样 太阳的引力很大 地球却不会吸过去 这些天体系统在各自的引力相互作用下 有着一个微妙的平衡点 所以说黑洞吸走银河吸还是很难发生的 так 但是